R 它毕竟是一個工具 但是它怎麼用得好 用得靈活 其實就必須要有很多的經驗 大家好 我是森林系的教授 余嘉斌 然後目前也是數學中心的大學組組長 基本上數學中心 是在協助老師能夠有一些數位教學的能力 那其中有一塊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虛擬實境工具的應用 可是大部分的老師並不會是 一開始就很熟悉虛擬實境的工具 這裡面其實包含一些軟體硬體的使用 可能會需要一些學習的時間 那大部分老師會遇到的問題會是說 什麼樣的軟體是我該使用的 然後什麼樣的硬體該怎麼用 最大的問題會是說 我該怎麼樣把教案變成是說 虛擬實境可以應用的 當然虛擬實境有很多的好處 它可以協助學生在這一個課堂以外的時間呢 能夠自主地學習 然後能夠模擬這樣的場景 那因為這樣子的好處呢 其實對於老師在教學上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有一系列的教學的課程跟活動 能夠幫助老師達成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平常都還是會去一直思考 就是在教學上的一些不足 然後哪裡還可以再提升一些教學的成效 但是我覺得體育課程最難教的一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感覺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學生沒有辦法在聽完我講完課 還有看過我的動作示範之後 就可以體會到或感覺到所謂的 歸拍的軌道啊 還有發力跟擊球的一些感覺 那當然就是在我看到VR 它有沉浸感 還有一些動作記憶 還有專注力的一些生理其境的特色之後呢 我就覺得哇 那可能可以用VR來輔助我在這一塊上面的不足 在過去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們的學生到臨床 就算基本護理學的學生 他們是人生第一次去醫院真的照顧病人 在照顧的過程裡面 他照顧的病人轉變成病重的病人 那他還是得去面對 要為病人做遺體護理這一件事 而且遺體護理是我們基本護理學裡面的技術之一 所以我們就拍了這樣一系列的教材 那在第二年我們也拍了急救的教材 那急救那套教材 我們就用在比較進階的課程 中和臨床護理學實習 11101年的時候 我們生農學院呢承接了教育部的多元健康計劃 那那個計劃主要是把生農學院各個系所的一些環境健康等等的 然後可以跟高科技結合 所以有這樣的任務 然後我有聽說數學中心有在開VR的課程 那我就請我學生去上課 所以我們有一組學生拍攝板橋臨家花園 還有植物園 然後去做環境教育解說 那也到大安國小裡面去做實測 那後來效果是很好 VR的教案的製作基本上包含了腳本的設計 硬體的使用 軟體的使用 市面上有很多虛擬實驚的軟體 數學中心其實已經幫老師們把這些比較適合在教案發想 或者是教案製作上的軟體找出來 然後也有這樣子的訓練課程 所以能夠協助老師比較無痛的 利用虛擬實驚的工具把教案轉換成這個VR的內容 我們在寒暑期間其實也有開工作坊 那工作坊舉例來說 可能如果一個三天的工作坊的話 第一天會教導大家這個VR硬體的使用 還有這個VR環境的設定 然後第二天的話 可能就會教大家怎麼樣拍攝好的一個虛擬實驚的內容 怎麼樣發想一個VR的腳本 把課程的內容轉換成教案 然後變成一個腳本 然後再去做一些思考 然後去拍攝 那這個過程基本上 會讓老師們有實際拍攝的經驗 有一個小的Prototype 有一個小的Demo 然後這個裡面編輯設計 然後我們的助教跟其他的講師 會協助老師們把這個東西變得更完整 那之後老師有這樣子的經驗之後 再去把這樣子的內容 擴散到自己整個這個課程的內容當中 參加完校內的VR工作坊之後呢 其實就對VR更加的了解了 然後也比較清楚怎麼去設計VR的教案 那我有找一位專業的教練來一起拍攝 那主要是想要讓同學可以體驗到 實際網球選手在擊球的一些節奏 動態的節奏 還有擊球的時機 那未來當然可以延伸到策略的運用 還有心理技能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把它做成一系列的 網球系列的教案 老師在課堂一開始的時候會分組 而這個組別會輪流去輪這個VR的教學模式 這樣的教學模式對初學者來說他可以熟悉整個網球 他在擊球的節奏 同學大部分的回饋都是 他覺得可以跟著教練做一樣的動作 跟著教練的動態 然後來做進行練習的時候呢 然後明顯的就是在擊球的時機上面 其實有蠻大的提升 而且帶著VR來模仿教練的動作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的發現自己的動作 跟教練動作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可以盡可能的就跟上教練的節奏 今年度的暑期課程 我們就想說讓學生玩玩看三個療癒地圖 那學生的反饋也很好 而且教育部的委員來評鑑他們也覺得很刺激 就是我們這麼短期一個禮拜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課程呢 就是讓你從你的日常生活中 也是你最貼近的校園去做發想 然後我們就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 會讓VR的使用者呢 將自己幻想式的主人公 然後正在校園進行校園生活 然後藉由虛擬的環境呢 去解決你生活中的問題 那我們尤其在做環境設計的人 其實那種平面的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呈現的不夠 那如果透過360度這走 或者是我們另外也有做CGVR 事實上VR主要是可以沉浸式 然後可以對那個環境更好的感覺跟體驗 那所以他們自己到環境之後去錄製 然後拍攝出來360度 他們當然覺得很新穎 而且他們對環境的各種感知會比較好 尤其對我們的專業來講 其實尺度很重要 因為你用2D的照片系 你看不出那個尺度 可是你個人沉浸在那個環境的時候 你對那個景觀尺度 它到底是一公頃 還有幾百平方公尺 其實那個是不一樣 小庭園或大的環境規劃 那我們常常學生在尺度的時候 會喪失那個空間感 那這個空間感透過這種360度 對我們設計師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講護理是一個科學和藝術 藝術的部分是在於你進入某個場域 你進入照顧病人的場域 其實病人的快樂 病人的悲傷跟他的病痛 那個是一種 有的時候一般一般人 尤其是像年輕人 比較沒有經歷過的經驗 那我們透過VR提供這樣的一個場景 跟沉浸感讓學生在裡面 他就會去感受到說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病人或家屬會有這樣的感覺 甚至病人跟家屬會引起 我什麼樣的情緒波動 那希望學生可以透過這樣的教材 去思考說其實 遺體護理這件事情 並不是只有遺體護理 而是你必須要去很敏感的知道 去察覺病人甚至察覺家屬的需求 然後來提供他們的照顧 那雖然前面講了這麼多 可以用一些訓練幫老師 把這個教案做一些無痛的轉換 可是其實還是會痛 因為我知道很多老師沒有這樣子的時間 沒有這樣子的精神 能夠去專心投注在一個教案的製作上面 我們之後會培訓一些種子的學生 然後經過這些工作法 目的其實就是說 養出一些種子的學生來協助老師 幫忙產出這樣子的內容 我是在大二的那一年 修與嘉賓老師開設的森林遊樂概論 那門課程其實上是想要結合森林遊樂 跟VR設計的部分 在收了這門課程之後 也認識到數學中心在開展的一些業務 那那個時候就想說 既然這個課程結束 那我還是想繼續進進一些 相關的VR技巧 那所以後續數學中心開了一些工作坊 其實我都有些會來參加 大家就是因為歷史系嘛 所以我就去古蹟實習 那那個時候剛好就是結合 我剛剛學到這個VR技術 就遇上疫情 所以很多古蹟學員都會被延宕 我沒辦法執行 那那個時候就是透過這門課 學到一些東西 幫助這個古蹟單位 然後能夠做一個線上的VR展覽 對 這個時候我覺得 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數學中心其實提供了硬體工具 還有軟體工具之外 還有這樣子的培訓過程 那希望大家老師們能夠善加利用 畢竟這個是學校的資源 日後對於各位老師的教學 或許會很有幫助 那因為這個也是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也很鼓勵老師們多多嘗試 歡迎各位老師們 善加利用學校的資源 喜歡我們影片的 請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